大家好,欢迎来到光的频道 今天是2023年8月14号 我们的小狮子王一博9号清晨到北京后 这几天终于有了短暂休息 在家享受田径时光 原定在日本开机的人鱼有可能会改在内蒙 目前一博就等待一切准备就绪 然后进组了 我们的大帅哥肖战11号转场通周 比原来的片场离家更近了 预计拍摄10天左右 然后再转场内蒙 如果人鱼能定下来在内蒙开机 那么俩宝就又能同场了 九五天选果然是天选 就连老天都想帮他们圆梦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了 但愿俩宝能一起过完七夕 再各自忙碌 近日有网友拍到送战战上班的司机 看起来像那个不认识的 坐在车里还全副武装 包裹得严严实实就露出两只眼睛 难免会让人产生怀疑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无聊 送老婆上班也是一种情趣 另外小红小绿在离开了两个月之后 近日也甜蜜回归了 糖点满满 小情侣甜甜蜜蜜 工作人员调侃一搏 你好像个忘七十 直接锤了是大房 听说二房的地基有点动摇 其实不管几房 大家知道他俩是真的就行了 何必去在意谁是零 谁又是一呢 就一直守护着他们吧 张艺兴新电影上映 王一博报场支持 张艺兴开演唱会 肖战送上祝福花篮 不得不说 张艺兴的人缘是真的好 王一博和肖战都认识张艺兴 而且和张艺兴的关系都挺好的 王一博和肖战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就是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 王一博和肖战其实是相互认识的 小编考古了一下 那个时候 他俩的确是不认识 哈哈哈哈 就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个秘密吧 也或许2026年就突然认识了呢 又或者建议哪位大导演 让他俩合作一下 让他俩重新认识认识 好了 今天的快乐调侃就到这里了 光带你看博笑 下次见咯 拜拜